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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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通胀环境 可能像你说的 不会是长久的一个超高水平的 但是联储局也可能是有必要 因为不知道 泡沫问题 就是比较怕很多不同的范畴 会出现一些过分炒作等等 影响了经济 都要有机会提早收水 对于譬如在一个固定收益市场 里面去寻找机会的时候 你觉得下半年 就是这些因素 是否会继续困扰着大家 还是有一个好的资产里面 是要持有多一点的 我想其实债券市场 它们不同种类的债券 的利率敏感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也有浮动利率的债券可以买 但是如果联储局真的准备加息 美国经济继续持续复苏 就业数据继续改善的话 我想不多不少 国库军那边 是会见到少少压力的 但是呢 也都 但是 国库军那边 万一这个情况不出现 比如说Delta变得更加严重 那就可能 国库军那边 就可能就会一厘水平 所以其实美国经济那边 大家要密切留意 还有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目前 华盛顿在讨论中的财政刺激措施 那些基建政策那边 那些基建政策那边 就是三万五千亿的 还未能够 是的 如果那个够不够 那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说 都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你的股票里面 除了有一些 比较进攻型的东西 就是寻求增长型的资产 都一定有一些 比较稳定回报的资产 那你拿债券一定的了 那么那么多种 都不知道 在下半年的利率环境下 怎么选择 你会那个top pick 介绍给大家 会是哪个例子 我想 在现在这样的低息环境下 如果你买一些高息少少的债券 就是有息差的种类的债券 下半年应该会受惠 对于经济继续复苏的 那么譬如说最传统那种 就是美国的高收益企业债 那么高收益企业债 如果你看这个chart 这个就是它过往 二十几年来的 所谓息差的历史 息差的意思就是 这些债券 它平均的息率 相对于美国国付券之间的分别 那么这条线越阔 就是越高 这些债券就越便宜 嗯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个情况就是 它已经回落到 上一次经济增长 那个循环的水平 就是2015到2018到2019 那所以呢 你说它便宜便宜 那一定不可以叫便宜了 但是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这个chart 其实当高收益企业债呢 回落到就是四厘 就是这个息差回落到四厘以下 它通常是会留在那个位置一阵 这个四厘是一个长期平均拉出来的 还是是你的观察四厘是重要的心理关口 只不过历史是这样 历史是这样 每一次经济非常稳健 非常健康地增长的时候 高收益企业债通常那个息差 就会徘徊在三厘几左右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是两厘七 那就是当然是不可以叫便宜 但是也都未去到 譬如说03年至06年那时的低位 那所以我们觉得高收益企业债 仍然是可以持有的 但是如果你想真的 赚一些比较高息一点 就其实需要看看其他市场 其他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